下来的话,我们来看一下这个151这一题 那这一题的话,我切一下 画面,OK 那首先的话呢,这个当然如果要Fly的话 我一般习惯是先找到第三列 这个刮乎,不要用第二列,第二列没有刮乎 那我们可以用那个插入函数里面 找到那个,我们的文字里面的函数,文字里面的那个Fly函数 所以这边的话,我们找到Fly Fly的话呢,它会三个参数 OK,好 那三个参数部分的话呢,我们有三个,第一个叫FlyTest 要找什么,所以找这个这个文字给他 第二个要Within,在哪边呢? 诶,FlyTest Within 在哪里呢? 那应该是,前面这个应该是FlyTest 应该找什么,找钱瓜糊 OK 那钱瓜糊记得钱会加双印 不过因为Fly这个函数,它会自己帮你加 Within的话是在哪里? 在这里 那你可以看到,如果假设参数没有下错的话 它这边会出现3 表示是第三个字,123 第三个字 OK 那第三个参数star number 其实可以空出 因为它从哪个字开始 如果 它如果是空白的话,那表示从第一个字开始找 OK 那我们找到 前瓜糊 那后瓜糊的话呢 公式只跟这个不一样,就插在这个 把它改成后瓜糊就可以 所以其实将来可以把这个公式用贴的 按确定 好 那当然我们现在的话 向下填满的话你会发现 它如果有瓜糊,它会出现位置 但是如果没有瓜糊的话,会出现错误 错误的话 只要是紧开头的话就是错误 什么错误呢?value 也就是说你给我的资料是错的 为什么错?因为没有瓜糊 你为什么叫我去找瓜糊 OK,所以上面这个也是一样啦 会错误 所以呢我们建议是从B3开始去做那个练习 做做那个我们公式 然后再来的话呢我们要切 所以哦 再来的话请你一般习惯 我是把这个公式不包含等号剪下来 再插入什么呢?mid mid mid的话是从哪个字开始 从这个资料里面 从哪个字开始 start number刚好 从哪个字开始 从第三个字开始 OK 1 2 不过第三个字刚好是瓜糊 不要 所以加1 瓜糊后面那个字给我一下 好 那要几个字 从 那个 后瓜糊的位置 所以后瓜糊的位置 贴 再贴一次 把这个前瓜糊改成后瓜糊 减掉哪一个呢? 减掉 前瓜糊的位置 所以再贴一次 所以贴 等于是贴一次 贴两次 贴三次 但是我要的是 钱瓜糊的下一个字 所以记得 减1 好 那这样的话呢 就出现第三节罐 按确定 那向下填满 向上填满 OK 但是呢 错误还在 那错误如果你要删掉的话 以前是手动 delete delete 但不是 所以如果你要把它 这些value删除的话 记得 游标停在B2 把这个公式 就是 再减下来 不包含等号 利用 以后只要有 紧开头的 错误讯息 你通通都可以利用 那个逻辑里面的 if er 这个函数 它这个函数呢 就是过滤错误 OK 那错误怎么过滤 把value部分 把刚刚的公式贴在value 意思就是说 如果它这里面 假如它的结果 是请字号开头的话 那你要做什么 我要把它删掉 删掉的话 就是两个双引号 有没有 之前前面讲过 跟VBA也一样 两个双引号 就是清除文字的意思 按确定 好 向下填满 这样子 就 大功告成 那这个部分的话 是 函数部分 所以我们用函数 的方式 完成第一阶段 好 好 再来的话 待会我们还要把这个工作表 拖拉加Ctrl鍵 这边改成聚齐 不过聚齐 我就不demo 因为聚齐 录制的部分 请各位参考上个礼拜 的教学 OK 因为那个录制动作差不多 反正就123 123 然后再产生按钮 然后呢 这个地方的话 我们重点可能会摆在这个VBA VBA就今天讲的 会需要有1公式2清除3 就是输出最后的结果 4的话就制定函数 OK 所以VBA里面相对的就今天讲的 我如果希望呢 把刚刚这个做出来结果 放到VBA里面 变成3个按钮加1个自定函数的话 该怎么做 OK 这个就重头戏 就是今天讲的部分 如果你可以融会贯通 我相信以后你会在工作上面的效率提升 有绝对正面的帮助 因为可以很快的 可以把你需要做的事情赶快做完 OK 那请各位先试试看吧 把这边用刚刚讲的这三个函数完成 并且聚集录制 我想这个可能就自己练习 再思考VBA 就今天讲的 OK 试试看吧